我们每个人的命运与自己的出生时间有着比不可分的联系 即便是属相一模一样 也会因为出生的时间不同 从而在运势上会有所差异 在我们的内心深处 都希望自己能过上美好的生活 属蛇人有着缜密的思考能力 一心中 做事低调 不喜欢张扬 性格外热内冷居多 善于迷惑他人 同时属蛇人也有着较高的审美能力 很多人在艺术造诣方面都有很大的成就 那么对于属蛇人而言 他们一生的命运如何 上等命的属蛇人都出生于什么时候呢 一属蛇几月出生最好 一农历四月出生 出生在农历四月的属蛇人有着非常聪明的头脑 有着旁人羡慕不来的福气 这个月出生的生肖舍情商智商高 志向远大 目标明确 长大后 在工作上属蛇人也能把才华发展到极致 受人重用 能够掌握大权 日子过得清闲舒适 而且他们自控能力强 在工作中能够顺风顺水 财运亨通 所以说四月出生的属蛇人天生就是富贵命 他们的一生都是很有福气的 二农历五月出生 在农历五月出生的属蛇人是大富大贵的人 他们机智过人 从来不钻牛角尖 为人忠勇 充满了热情 欲试从不胆怯 非常善于思考 能够透过表象看到本质 不会轻易被迷惑 一般情况下 都是白手起家的人 就算没有人帮助 也能自立自强 通常 成功的道路上 会遭遇很多阻碍 甚至是反对的声音 但是 五月出生的属蛇人 不会轻易被击败 他们越挫越勇 在无数次失败中 终将迎来属于自己的辉煌时刻 永不言败的五月属蛇人 是当之无愧的强者 凭借一己之力就能出人头地 三农历十月出生 出生在农历十月的属蛇人 不仅很有才华 智勇双全 一出生就能催望家里的财运 是一个招财守家的人 他们大多财运轰通 为人善良 人冤极价 而且他们从不会抱怨 也不轻易放弃 始终坚持目标前行 此外 属蛇人却能力强 目标坚定 虽然性格是有内向 但善于交际喜欢热闹 爱广交朋友 善于利用自己身边的一些资源 创造财富 所以说 在农历十月出生的属蛇人 天生就是富贵命 会成为受人尊敬的人 四农历二月出生 二月出生的属蛇人 就是属于大富大贵的运势 他们在一生之中 会遇到很多意料之外的景气 人生中总是会充满着意想不到的喜事 小的时候他们的家庭出身很好 可以得到爸妈悉心的照料 他们能够享受到幸福美满 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 还可以接受到非常优质的教育资源 长大之后这类属蛇人命很好 可以在机缘巧合之下 结识到有钱人 最终他们能够成功取到白富美 或者是成功嫁入豪门 结婚之后 他们能够深受伴侣的宠爱 完全不需要为金钱方面的事情 感到担忧 依靠于伴侣的力量 他们可以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 如果讨厌工作的话 就可以一天到晚带在家里 或者是外出旅游 如果想要在事业方面有所发展的话 也可以借助于伴侣的资金力量 走上自主创业的道路 五农历九月出生 九月份出生的属蛇人 同样也是大富大贵的运势 在学业方面他们成绩很好 从来不需要父母操心 可以进入到很厉害的名牌大学之中 在事业方面 他们个人工作能力很强 以及唯有魄力 所以不是走上自主创业的道路 就是在大企业之中担任高管 职位和收入都是相当不错的 感情方面 他们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命令恋人 婚后生活幸福美满 夫妻俩能够携手前行 还可以不断实现家庭财富累积 在健康方面 输舍人身体状况很好 所以他们能够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投入到工作和赚钱这方面 手里非常有钱 多到自己花不完 所以属舍人到了老年的时候 将会选择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慈善事业 还能够收获良好的社会口碑 甚至可以因此进入官场 二 属舍哪个时辰出生最好 一 银石三点至五点 银石出生的生肖舍技场强大 自信大方 浑身散发着迷人的魅力 虽然他们的出生环境不是很好 但是从小勤奋好学 不畏艰苦 不怕付出 为了未来敢于打拼 从来不抱怨 也不怨天忧人 时常给身边的人带来正能量 银石出生的属舍人一生好运不断 尤其在成年之后 会得到很多机会 不仅事业能够有不错的发展 收获的钱财也很丰富 给家人的生活带来很大的改变 也会给以后的生活奠定很好的基础 这个时针出生的属舍人 是典型的大忌晚成之人 只要能够坚持下去 生活一定会有很好的呈现 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 二 银石五点至七点 银石出生的属舍人 机智聪慧 反应迅速 从小聪明好学 努力上进 在学业上能够取得理想的成绩 在职场上 他们工作能力出众 适应能力强 与同事和领导关系和睦 在遇到困难时 会得到他人的帮助 一次次地顺利度过难关 化险为一 这个时针出生的属舍人 是典型的后福之人 他们在早年时付出的比较多 看似生活有些艰苦 但是到了中年后期 福气将会源源不断地到来 收获的钱财无数 且子女学业有成 并且各个孝顺又出息 能够给鼠舍人带来很多宽慰 毛氏出生的生孝舍一生身体康健 无病无在 能够健康长寿 是人间难得的有福之人 命格非常好 三尘十七点至九点 尘十出生属于四火生辰土的格局 这样的命格有一个显著的特点 就是一生的贵人运和忙 不管走到哪里都能得到贵人的帮助 从而助力他们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 都能顺利度过 即便有危险也能遇难成祥 因祸得福 诚实的属舍人而是能受到很好的教育 不管是父母亲人还是老师 对他们的教育都很上心 这一方面来自于他们的好运气 另一方面也与自身的天分密不可分 天资聪慧 学习能力强 记忆力超群 理解能力超出常人 因此二十的属舍人会是很多人眼中的神通 一路走来学习运势旺盛 能顺利升入高级学府 收获满满 诚实属舍人的事业运势也非常好 他们善于开拓创新 不走寻常路 有着敏锐的市场嗅觉 同时喜好交友 朋友缘好 能与陌生人很快熟络起来 属舍人也能在财运方面有所收获 懂得及时抓住一些对自己有利的信息 然后获取丰富的钱财 情感生活方面的诚实属舍人 也是表现不错的 他们有别于大部分属舍人善度的性格特点 有包容心 对待感情既有责任心 也能体谅伴侣 与伴侣共情 拥有很高的情商 因此诚实的属舍人能与家人相亲相爱 互相扶持 家庭和睦 万事兴盛 属于上等命 四五十十一点至十三点 五十出生的属舍人属于上等命 五火丝火比肩 代表他们一生运势顺利旺盛 如日中天 这部分属舍人得太阳性高照 人缘非常好 尤其是异性缘 命中桃花运势比较不错 他们在事业方面 往往能得到长辈和父辈的照顾和帮助 在事业发展初期 就有雄厚的启动资本 而且一路发展过来 由于家庭和亲友的帮助 事业会越做越红火 在财运方面 五十的属舍人一生发财机会也很多 他们的正财运是会因事业的逐渐稳定 而逐步的升高 偏财运是在中年之后开始有起则 一部分人也会在中年之后有一次横财运 只要善于经营 懂得规划钱财 这笔钱财能让五十属舍人 过上大富大贵的生活 后半生衣食无忧 不过五十的属舍女还是需要注意的 她们的异性缘太好 桃花债会比较多 如果不能好好处理 在情感生活中就难以拥有稳定的家庭和伴侣 也会因此导致自己晚年的情感孤独 子女不孝 但总体来说 五十的属舍人命运是很好的 只要能把握住机遇 发家的机会很多 五子是二十三点之一点 子时出生的生肖舍是非常好命的人 虽然早年的时候生活不是很如意 但是随着年纪的增长 各方面发展都会越来越好 在事业方面 他们的工作突出 能力出众 能够得到器重与提拔 很有发展前景 只要努力 就能取得成功 在财富方面 子时出生的属舍人目光如炬 山羽理财 赚钱对他们来说从来就不是困难的事情 日入斗金 钱财富足 财运亨达 不用为钱财的事情烦心 除了这些之外 子时出生的生肖舍人机关系也非常不错 生活中朋友众多 拥有很好的人员 以上运势分析只是一种参考 人生究竟能够达到什么样的高度 还是要靠我们实实在在的努力 只有你能够有所行动和付出 那样当好运到来就能把握 祝大家开心幸福 本期的内容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了点赞加订阅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加订阅